动完手术之后我本来以为我可以脱离标靶这件事情 所以我动完手术大概两年我没有吃 但是我在今年的五月份就是我去追踪嘛 然后今年的五月份就发现它转移 就是转到肝 以为手术后能摆脱药物 2020年证实罹患十二指肠癌的小鼠肾 动手术切除三分之一的十二指肠等器官 如今癌细胞转移了 我说我知道它很有效但是我就不想吃 它说你干嘛不想吃 我说因为我会变很丑 成吉演艺圈许久坦言病情 成为能否再好好演戏的重要关键 近年他客串戏剧就被网友酸长相认不出 那时候脸超级重啊 因为我那时候都一直在吃标靶 然后就是我也没有去跟他们讲说 我生病啊什么什么的 没有我就是反正我就是这样子去演了 演出斯卡罗成剧中大彩蛋 没想到杰西后却发现离癌 还是硬着头皮眼 另一部名金城一座外送英雄 则在开完刀餐眼 我上头了 诶 对 诶 喂喂喂喂 状态明显好了不少 小卓胜说害怕吃药会影响模样 在上镜前会偷偷停药几天 如今癌细胞转移 他也在脸书分享喊话他没事 还先打预防针 说如果粉丝觉得他变胖 那是可爱到膨胀 毕竟吃药会水肿 他也乐观说遇到了就是遇到了 没有什么好怕的 网友也祝福他健康好转 TVBS新闻庄全红庭泰泰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